赖小弟有入梦 路碰来找我 他在八楼就失去意识了 从后面捂住他 是有一个人埋伏很久在那边 一条他跟在妈妈旁边 然后一条他一直跟在 他觉得害他的人旁边 一条就在草地上 对还在原地 赖小弟有入梦 路碰来找我 他跟我讲说 为什么他要跟夏南结婚 夏南利用就是 他有这么庞大的家产 黑道会寄予 那我们家有这个背景 他们就跟我们都认识 所以你跟我结婚 就是我们家的人了 所以就我可以保护你 来制造赖小弟的恐惧心理 然后赖小弟也想保护他的妈妈 所以就跟他结婚了 他在八楼就失去意识了 从后面捂住他 这个是他后来 自己搜集到的资讯 就是他到八楼 就是无意识了 那为什么会到八楼 大家都在想说 有电梯嘛 为什么不坐电梯 是因为这个夏南告诉他说 八楼也是我们家的产业 那你要不要跟我去看 你的土地某一个产业 来卖我这个房子的话 那你持有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是我们家 就是很多楼层是他们家的嘛 对不对 就是代售嘛 就是有关系 这个其中真的牵扯到 蛮多是黑道的力量 所以他就跟他说 如果你有持有我们家这边的这一间房产的话 你要不要用一个来跟我们换持有的话 你就不会受到威胁或什么 就是这个房产是我们的绝对安全这样子 所以他是跟他说我们来去看一下八楼 那他们就说两楼而一走楼梯就好了 那他一走到八楼是有一个人埋伏很久在那边了 那埋伏多久 那当然就是监视器没有拍到 已经真的很久很久了 我直接问他说你是喜欢女生还是男生啊 他就说他喜欢女生 他是异性恋 然后下男也是 所以从头到尾结婚的动机 真的就是他被 半被害 就是有点恐吓式的 威胁性的 然后跟他说我会保护你 本有三条魂魄 一条他跟在妈妈旁边 然后一条他一直跟在 他觉得害他的人旁边 一条就在草地上 对还在园地 所以他希望去找魂 他有没有给妈妈托梦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他跟我说 他跟很多人托梦 但不见得有人敢像我一样站出来 他的魂魄现在灵体看起来是很弱的 氧气太重的人 他真的无法靠近 路梦这件事情也不是这么简单 真的要跟他频率相当 他用他最大的愿力 他只是想还原这个过程 给他妈妈知道 安慰他妈妈 节目上学有个人说 找高大臣法医当最准 找我我相信一定有 真的 冥冥之中自有这个天理 结果 新闻播出后 隔天我的信众 马上给我 马上给我他律师的联络电话 所以其实我已经跟他的律师联络上了 他想要嘱托我的事 我已经跟他的律师全部都说了 那我本身就在供奉地上王菩萨 我常常在扮音的 也确实是有帮信众问一些 他们往生亲人的一些谜团 确实都有问到 因为我们台湾是无罪推论嘛 我也不想让人家说 林梅办案 我没有要办案 我真的是受他的请托 我只是说出他孝心想跟妈妈讲的话 他找我嘛 那我问神明说我也不知道我要找谁 然后神明就指示我说 你跟高人何警官说 那高警官跟我是认识蛮久的 那我们不是很熟 刚好前两天高警官有跳出他的line 社群出来 备受全国关注的武艺高中生命案 外传鉴定报告跟法医高大臣的推定 有落差 今天呢 检方是二度传唤了 赖姓高中生的母亲召开侦查庭 家属也提出了最新的疑点是 高中生的右手臂有四个针孔 并非急救造成 接下来我们会连线法医高大臣 把疑点一次说清楚 播讲是因为雪伟哥 经过了五哥小蛇侦查之后呢 这个赖姓高中生的母亲她出来了 她讲说 谢谢大家关心拜托 大家一定要还我儿子公道 还我儿子清白 但是她也指说 这个到底有没有被下毒 他们认为检验毒品的项目太小 也没有封锁现场 导致现场事实全部都被洗光光了 现在呢还原四大谜团 似乎鉴定报告 让法医高大臣真的觉得有很多的疑点 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交代 不只高大臣法医觉得 没有办法让大家交代 我真的呼吁台东地检署 减的 你敢看我这种报告 我真的看不下去 对不对 我跑新闻三十几年 跑过多少社会刑案对不对 今天这种报告 根本就是推托支持 对我说实在话 你今天这个什么 赖姓高中生的妈妈出来 告诉大家讲说 她谢谢大家的关心对不对 可是拜托还我儿子公道 还我儿子清白 一个母亲一个小孩子 就这样上升了对不对 她想知道她儿子到底怎么过世的 对 她真的要知道真相对不对 好 那我们讲说为什么今天这个报告 我真的看不下去 我们先来提出几个词题 迷团一 明镜刚才讲说有迷团对不对 迷团一就是法医研究所的报告 这个整个报告里面 竟然没有提到任何外力介入的因素 好 那你觉得说没有外力介入 对不对 那我们讲得很清楚 她说警察官法一解剖 那一生发生 她的肋骨有多处骨折 而且还刺穿脏器 所以她的死因就是了 这个叫做属于叫什么 高处坠落造成 问题是高处坠落 为什么这个高中生 头颅没有破裂 对 因为看一下这是有人拍的照片 我们当然打马赛克 可是你可以发现到没有血迹 对 没有血迹 头颅没破裂 长骨也没断裂 对不对 我之前有讲过说 我读国中的时候 我同学从 有同学从楼上掉下来 那个血是这样整个蔓延开来的 对不对 她才有几楼落下来 四楼 她这十楼 对不对 哪有可能都没有血迹 这已经脱离我们的想象 好 你说这个地上没血迹 你可能撞到二楼的阳台对不对 那二楼阳台总该有血吧 也没有 也没有 对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你看这到底是怎么样 高处坠落这四个字造成的话 是不是太过于武断对不对 那好 那我们讲说 这个整个报告里面 也没有提到是否有外力介入 那到底有没有外力介入 是我们一直很想清楚的话 好像草草就想用坠柔 来这个解释这件事情 对 好 那接下来 谜团二 为什么 她说现在体内 没有踩到任何的毒物反应 毒药物反应 她说你这个范围 採检得太少了 我就跟你讲说我们之前 我们之前讲过南投县那个什么 有四名男女 有没有 吃了葡萄 葡萄 葡萄 她中毒死亡 刚开始也搞不清楚 到底要怎么死的 因为我们的法医研究所里面的 毒物样本的比对的话 只有八百多样 对不对 那你现在不排除 是不是有新的毒物反应 而且高大层法医 从一开始就讲了 这不一定是毒物 它有可能是氯化钾 或者是磷酸钾 那这个东西打进去的话 所以高大层法医 为什么一直强调说 现在只有看它针孔的地方 为什么针孔是重点 针孔附近的皮肤 有没有残留 氯化钾或磷酸钾的离子 你如果有氯离子 钾离子 或磷离子 那就可以证明说 它可能就是注射这些东西 我那天讲过说 这个氯化钾是用在哪里 很多注射死刑的时候 不就是用氯化钾 让它的心跳停止吗 对 麻痹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药物反应来读 那个药物反应嘛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你看 磷团三 你右手针孔如何造成对不对 所以哥昨天又讲 他右手四个针孔 那时候检方是讲 我这是在救护车上面 急救造成的 可是家属还原 救护车上面的影片 根本急救是在左手 右手没有动 所以今天的报告里面 又告诉你说右手 左右手针孔 是在它急救的过程中造成的 包括它颈部的这个勒痕 皮下挫插 擦挫伤 这也是在急救之中造成 可是问题是 现在家属也提供你很多的证据 包括它在救护车上 急救的画面 还有在这个中国复医 急诊室里面的画面 根本没有打到右手的药物 没有注射药物 当初的救护人员 你叫来问就知道了 对不对 你到底有注射药物 什么药物打进去 这个很容易查 这个也不用麦片 所以你这个针孔 有没有直接相关的话 你直接就告诉人家讲说 死因报告上说 赖姓高中生死因跟针孔 无直接关系 我觉得我这个感觉 你检警单位就在撇清一些责任 你没有深度去追查 你为什么可以这么武断的 告诉人家讲说 无直接关系 这个幸运报告又很仔细的 你知道吗 好 现在谜团是 第一时间你没有封锁现场 没有做第一时间的采证 所以是这样是不能接受的 对 五月四号十一点二分 发生坠楼 同一天十一点二十分 第一线巡查所到达现场 而且他上去十楼去看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一开始就被误导说 是从十楼坠楼的 好 接下来 到了十二点见识科人员 他也上去看也是十楼 到了下午四点 采证 到了下午四点才进行采证 这个中间差距几个小时 五个小时 一般通常在几个小时内 就要进行采证 没有 你至少要把 要把保全证据 对不对 你要把这个现场封锁 保存证据 对不对 不能够破坏机证 对 那你采证的话 当然你今天如果有所有的 唯物机证或什么东西 尽早采证 当然唯物机证 采的就更清楚 对不对 而且你看到隔天 检察官进驻 他进驻指挥侦办 对不对 到当天的隔天的下午五点 竟然才查过他啤酒罐 你看 对不对 证据都抹光光了 30个小时 而且更夸张的是吧 这段时间里面 现场我刚刚一直强调 现场没有封锁对不对 包括这个下姓男子 就是他的下姓配偶 他的爸爸 妈妈 哥哥 还有他爸爸的女朋友 都曾经到过10楼现场 所以我跟你讲 你是在里面毁尸灭机 破坏机证 还是说你在那边干什么 这个让人家觉得很夸张 案发现场 监视中心没有进驻 也没有封锁 所以刚才这个学哥才讲 他的爸爸 妈妈 哥哥 哥哥 女朋友 爸爸 女朋友 还进去这个地方三次以上 对 所以就跟你讲说这个 当时的这个办案 说真的 今天要不是高大臣法医 正义感爆棚 对不对 这件案子说真的 搞不好真的就是什么 罪楼就是结案了 那我想问一下学哥 你讲到以罪楼结案 当然是对检方 最为简单的方式 可是家属不能接受 你过去也曾经接触过 看起来是罪楼 我就没想到是他杀的案件 其实我们跑过很多案子 都是这样 为什么警方他吵吵 他如果觉得说家属无意义的话 尸体一领回 自杀结案 对不对 这个很简单 如果今天是命案的话 警方第一个动作是什么 组成专案小组 每天要开专案会议 走到大压压 四压压 对不对 这个是我当年 在大概民国85年86年左右 在阳明山竹子发现了一个案子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一个女子 沉溼在登山步道旁边 而且你知道 她的右脸颊这个地方 她直接有个穿刺伤 很明显你知道吗 到了现场你知道吗 那个园警就跟我们讲什么 讲这个就是什么 登山步道不小心走走走 被竹子刺到 失足 对 失足 最后插到竹子会死掉了 我当时就跟那个警方人员讲说 你今天的人插到这里 还要自己摆起来 把竹子拔出来吗 对不对 后来那个副分局长 他就比较有创意 他都跌下来刺到之后 因为重量的关系 一滚落之后 所以就拖离 可是我跟他讲说 现场还有什么 地上很多糖果 这个就是民间传说 我今天因为人死的时候 魂的话 刚开始是没有知觉的 对不对 他是顺着味道走 所以为什么要点香 他这个糖果就是怎样 我散落这些糖果在这边 围成一个圆圈的话 让你这个魂在里面 一直徘徊出不去 所以你当时觉得 那是有人故意布的证 对 我就跟他讲说 这个明明就是一个凶杀案 怎么会是自杀结案 所以当初要是没有查的话 说真的 这件案子也是被警方 就是这样和谐掉了 所以就跟他讲说 今天这个案子这样的话 最重要的现在的激证 唯一的查的一个 追查的一个重点就是说 检察官你有没有到 要发挥你的道德正义 正义告诉人家讲说 接下来让高大臣法医 对这个赖姓高中生 进行第二度的什么 行事相验 好 谢谢雪哥 刚才雪哥提到的四大谜团 当中第三点说 右手针孔如何造成还有疑问 那检方报告讲 赖姓高中生的死因跟针孔 没有直接关系吧 这个针孔为什么产生 推给了急救过程当中才有的 但是法医高大臣并不这么认为 来听一下今天的罪行说法 不管怎么那个是急救 什么的针孔 都不可能 因为他送急诊室的时候 他已经死亡了 所以如果那时候再给他打针 搓血什么的话 都不会造成皮笑出血 所以这个一定是深浅的问题 咬这个都不知道 我愤怒我 咬这个都不知道就麻烦了 这个四大谜团 这都是深浅所做的问题 可是他到急诊室 在急救的时候已经死亡 所以是不可能造成这个伤口 这个不管你在急诊室查到什么东西 那都是没有关系的 你法医不要乱解释 这个是法医告诉解决官 解决官跟我跟我们讲的 但是想要是不知道那个医疗的问题 所以这不能怪他 这应该怪那个法医乱讲话 这个不是在急诊室所造成的针孔 这绝对不是 他是深浅的针孔 不是死亡的针孔 所以绝对不是在急诊室所造成的 你这个针孔 你把判施室所造成的 这是急诊室所造成的 这就不可能的事情了 因为他有出货 绝对是深浅的针孔 所以这个事情很简单 绝对不是在这件事造成的 我还能把这件事肯定嘛 对不 故意 宣伐 墙